我叫昭帝 现在我是只刚死的鬼 一直飘在自己洗堂上的鬼 我看着那洗堂上 陈列着一具和亲棺材 我和他着洗服 同枕躺在里面 我娘坐在高堂上抹着眼泪 我那毒鬼老爹 却是暗自拍拍鼓鼓的腰包 窃笑劝道 别哭啊 这可是喜事 想来 如果不是我采药坠牙身亡 他也早晚会把我卖到青楼里 可就算我死了 他也不舍得浪费了我这具尸体 着急地把我卖到亡园外家 结了个冥婚 棺材里与我共枕的新婚丈夫 我其实是第一次见他 他容貌生得极好 只是面色苍白 躺在那里 像是俊美一岁的雌娃娃 我从前听他们说 镇上的王公子温文尔雅 文才斐然 只可惜自幼病弱 只是没想到 如此年轻 便允了命 我一个穷人家的女儿 死后能嫁入豪门 也算不亏了 只是可怜了我娘 以前祖母在时 嫌弃她生不出儿子 后来老爹赌博酗酒 又时常打骂我们 好不容易有了弟弟 我却意外亡了命 那些招魂的法师 甩着铃铛 叮叮铃铃地 吵得我头疼 只是没过多久 便有黑白无常靠着我 离开了闹哄哄的喜堂 等他们停下来 我只觉周围四处 害着绿光 着实阴森惊惧得很 那黑无常打开生死簿 例行公事何对道 萧昭帝 年十六 死于意外坠崖 是 大人 我应生 你就在冥界待着吧 待着 话本里不都说 饮孟婆汤 过奈何桥 去往生吗 确实是这么个流程 那白无常应了我的话 不过且得等等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又是问道 等到人世间 再无人记得你了 你便可去往生了 那黑无常又是道 入夜后 冥界随处都有 射魂鬼 吸射凡人的魂魄 你要是被他们射了去 便就魂飞魄散 入不了轮回了 我既盼着我娘和弟弟 多活些年岁 多念着我些 可又怕我在这些年间 被射了去 那黑无常又是 翻了翻步子 好意给我指了 祖母草屋的位置 我祖母在世时 常刁难我娘 我有时看不下去 也会顶撞她两句 果然 她毫不留情地 把我赶了出来 边赶还边骂 死了也是个赔钱货 冥界即将入夜 我越来越惊惧 可还是在外 游荡着 无处可去 还好 最后有位好心的姐姐 让我去她家先避避 阿飞姐姐说 她是和心上人 训了情 可那人来了冥界 却又和其他女鬼跑了 她便一人住在这里 为什么还能和其他女鬼结亲 我不解问道 阿飞眯着她的桃花眼 捅我道 这里也可算作另一世间 魂魄在此 不必再受凡间身份的束缚 有些抗力夫妻 在此依然恩爱 还有些就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了 她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 我也是有个新婚丈夫的 那凡间成了亲 在冥界是不是就不作数了 凡间成婚自然不算数 阿飞道 那她估计 也没什么义务收留我了 不过 凡间的冥婚是作数的 啥 刚来冥界 就被通知我嫁人了 我听着阿飞的指示 确实看到手腕上 附着条红绳 为何会这样 这是姻缘节 便是在冥界 结亲的印记 看来 我确实应该先去见见 我素未谋面的新婚丈夫了 只是还未等我出发 她便先顺着那红绳 找到了我 随她而来的 还有黑白无常 甚至阎罗王 也恭敬地跟着她 乌泱泱地来了一群人 哦不 一群鬼 我还未弄清局势 她便捉住我的手腕 瞧着那铜圆的红线 有些着急道 萧昭帝是吧 能合离吗 我猛逼地点了点头 我和她立在冥界断情台前 把和离誓词 一别两宽了许多遍 可是那红绳就是不断 最后急得 她把刀枪剑挤都使了个遍 甚至在我不明觉厉的眼神中 唤出火烧雷劈 可那红绳依旧连接如心 我看她急出一身汗 嘴里还不住地卧槽 那还有半分病弱的样子 良久 我终于看不下去了 好意安慰她 王福贵公子 好像是叫这个名吧 不许叫我王福贵 她好像受了什么 奇耻大乳般抗拒 然后一字字顿道 本殿下叫 熬夜 熬夜 还没王福贵好听呢 熬公子 这红绳不断也不打紧 我不会过多纠缠你的 她又是气愤填膺道 都是这红绳妨碍我 立个节而已 本殿下还出不去冥界了 这时那黑无常又做小福低道 小殿下 这红绳可能 可能一时半会儿断不了了 她却静止拽上那黑无常的领口 她断不了 我就断了你 那白无常也是汗层层来劝驾 我就生怕她再出冷汗 脸上的颜料就得花了 小殿下 这姻缘结在人间就牵上了 这确实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她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除非萧姑娘去往生 否则这姻缘结解不了 那要多久 卑职测算了一下 若要烦人都忘记萧姑娘 大概 白无常的汗滴了一滴又一滴 这下我确认了 无常的黑白脸确实是颜料画上去的 她越说越小声 最后声如文锐道了句 大概 一个甲子 给我想办法 熬夜听后 不住对两无常拳打脚踢 最后还是阎罗王赶来规劝 贤侄 稍安勿躁 打伤他们 还得算工伤 一个甲子 她跟我说 一个甲子 被拦着的熬夜 又气不过补了两脚 一个甲子是多少年 怎么还说得如此文周周 熬夜给一脸不明所以的我 普及知识 一个甲子六十年 她让我在这再等六十年 六十年 往生路上很堵吗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气得我都想上去补两脚了 熬夜蹲在门口 恶狠狠地 又啃了一根人参 等我修为再精进些 一定能出去 我瞧着阎罗王这富丽堂皇的行宫 还有些不真实 我以为我死后嫁入豪门 已经算高攀了 结果我嫁进的是仙门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此时 我的新婚丈夫 东海龙王的小儿子 熬夜公子 又拿了一颗灵芝开始啃 黑心神仙 黑心私命 他边啃边负气道 说好了 历劫只是玩玩 还答应我不设情节 死了竟然给我搞明婚 结果害得小爷被这根破绳子 困在冥界 熬夜公子 想开点 我这么安慰他 六十年对你们神仙来说 不过弹指一挥间 对我们鬼来说 就是这辈子了 可他确实撒起了泼 我想我父王 我想我阿姐 我想吃鱼 我想回家 你认命吧 我都认了 后来 他灰头土脸地 从冥界边缘回来几次 便慢慢开始接受现实了 他甚至做好 和我共度六十年的打算了 比如 先划清了各种界限 分房分床 分割领地 比如制定了各种规矩 不能唠叨他熬夜 不能打扰他赖床 再比如 嫌弃我的名字 萧昭帝是吧 这取得啥名 他一脸无语 不如就叫萧萧吧 萧萧 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这么同他说 生前 我是家里最卑微的存在 死后 我想做一只自由快乐的鬼 还有 不许叫我熬夜 他义正言辞道 容易暴露我的习惯 叫我阿夜就行 好 我应下了他 其实叫什么无所谓 只要能有一个毕身之所 我独自 也能度过六十年 我原以为神仙都是宅心仁厚 普度众生的 不过现在看来 熬夜是个例外 这位小殿下 丝毫不使人间烟火 甚至可以说 没有自立能力 我原是好意 洗衣做饭都带他一份 他倒是直接以止气使地 把我当成了粗食丫头 没办法 谁让我寄人篱下呢 他念叨了许久 想要吃鱼 我只得出门去寻 可是找来找去 却发现 冥界只有望川这一条河 我立在岸边 看着那浑浊血黄的望川河水 心里却是泛起了嘀咕 这污染严重超标了吧 这水能养出鱼来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就近问问百度的船夫 只不过我刚喊出老伯来 就看清那斗篷下 原是张少年 儒雅俊俏的脸 话本骇人 谁说望川百度的 都是老头来着 那少年文词 却是灿然一笑 我叫阿渡 我道了声不好意思 又是问他鱼的事 阿渡惊异地望着我 道 这望川里 都是不入轮回的鬼灵 哪里能活得下生魂 那没有鱼 他叫什么河呀 不过阿渡又是同我道 望川上有一沙粥 粥上有鬼市 只要有钱 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钱 怎么冥界也有铜锈味 难道你的亲人 没有给你烧纸钱吗 还真没有 和熬夜同住这几日 我倒是看到他的小号 王福贵 账上的钱越来越多 至于我的账上 始终空空如也 还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竟然连纸钱都懒得给我烧了 不过这也太不公平了 生前有钱的人家 自然会多烧些纸钱 这不就是富人越富 穷鬼越穷吗 就比如我 从人间到冥界 从穷人变穷鬼 阿渡又是安慰我道 这事是讲究个轮回 你连穷个己事 准能投个富胎 半个卡吧 萧萧姑娘 下次清明中原 杜望穿回人间 我给你打折 不了不了 我是个穷鬼 我不配 然后我就眼睁睁 看着一位阔气大叔 包了他的船 阿渡载着他 摇着讲就走了 还真是鬼和鬼的差距 比人和鬼都大 我本来可以很快乐的 可是因为没有钱 我只得灰溜溜地回来 只是刚进行宫 一位气质如蓝的蓝衣姑娘 便赶上前 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就是我弟媳妇儿吧 长得真好看 熬夜在一旁啃着黄花鱼 吞咽间挤出话来 我姐 不是明婚吗 怎么还待见家长的 我乖巧地叫了生姐姐 刚叫完 她便是给我套上了个珊瑚镯子 姐姐给的见面礼 这镯子真不错 不过在冥界 好像没啥用 姐 你忙吗 不忙的话 不如去人间 给我烧点纸钱吧 不过我还没说出来 熬夜就开口了 熬心小姐 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不然嘞 父王说要趁机磨练你的心性 我看严淑对你也不错 这么好的行宫都给你住 熬夜殿下又是跺跺脚撒了娇 你帮我想个折儿 没折儿 姐姐摊了摊手 又是道 老妖啊 有哥哥们在 我们也不指望你继承副业 不如你就趁此机会 帮咱家开支散业吧 开支散业 不会是我想的哪个意思吧 姐姐又是道 三年抱俩 六十年的话 少说 也得二三十个吧 姐姐 你当我是母猪吗 熬夜则是一脸 不可思议指着她 你神经病啊 姐姐却是静止忽略她 自话自说道 名字我都想好了 男孩就叫熬力给 女孩叫熬力奥 这下我明白了 你俩能成姐弟 还是有点道理的 姐姐又在行宫小住了几日 只是见我们分房睡 她又搬出了长姐如母的气势 把熬夜声拽进了我房里 熬夜也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 静止就要上床 我眼几手快地拦住了她 直直吾吾了半天 还是说出了原因 我娘说了 和男人躺在一起 是会会怀宝宝的 闻此 她竟然笑得前仰后合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难道你还真信 我们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你娘骗你的 纯睡觉而已 哪来的宝宝 别想框我 我娘还说了 男人总会想各种法子 把你骗到床上 一般常用的说法是 我们去床上躺着聊天 我这想法刚落 她便说道 那我们床上躺着聊天 总行吧 你看 被我娘说中了吧 她想上床 我偏不让 拉锯了一番 我俩个退一步 上床可以 聊天也可以 躺不行 只能坐着 坐定后 她又是感慨 人都说 生不同床死同亲 咱俩是死同亲生不同床 纠正一下 我已经死了 死可以 同床不可以 她又是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死的 坠牙摔死的 泽泽 她惋惜了一番 又是道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 爬那么高 做什么 采草药 做染料啊 把碎部染色 做成薄花头饰 一个能卖两文钱呢 薄花 哪是什么 她又是探究起了薄花的扎法 缠着我教她 可她没扎到 一半就嫌麻烦放弃了 我却是看着我手上 扎好的小白薄花 叹息道 要是染上色 就更好看了 她顿时来了兴趣 道 我们东海有种水母 吐出的枝叶 在阳光下会闪出七彩 改天我帮你染 她就这样理直气壮地 夺走了我扎好的薄花 不懂人间疾苦的仙人 就在天上飘着呀 你为何要下凡来 无聊呗 她百无聊赖地吹了吹钱连 整个东海我翻来覆去都玩遍了 想找点新奇地打发下时间 我惊羡地看着她 做神仙真好 没有生老病死 也不用为生计发愁 她又是少年老成的感叹一句 有什么好的 除了漫长的生命 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好了 可以了 再绣就烦了 可她却是滔滔不绝地 反而赛了起来 我在家是老妖 我父王母后 自小就宠着我 对我就两个要求 一不剁仙 二不自杀 好不容易下凡来晚 还被黑心私命给坑了 我着实有些困了 便不自觉已上床边 接着听她说 她给我写了个文弱书生的命格 这不就是讥讽我 不学无术吗 我同她说 女人最是麻烦 我不要情节 她竟然给我整明婚 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了 听她絮絮叨叨说了许多 不过有一句 我听清了 她说 你也是个麻烦 姐姐虽然走了 不过她留下的海针 着实美味 我不觉间 便贪食了许多 熬夜瞧着我 鼓鼓的小肚子 临时起一般 拽着我去六弯消食 她拉着我七拐八绕 走了好一阵 后来我看着天 临近黄昏 便是催促着回去 可再一转身 就寻不到她了 阿叶 你在哪儿 我在林子里 找了她许久 可不知为何 兜兜转转 又是回了原点 夜幕降临 林子又起了迷障 我越发焦急了 阿叶 你到底在哪儿啊 恍惚间 我看到 有个与她身量相似的人影 立在那里 可我走近才惊觉 那是巨披着黑色斗篷的骷髅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 那怪物便是要吸射我的魂魄 我抬手护住头 惊惧地不住大叫 可是梁久也没觉得魂魄被撕扯 我试探着睁眼 却只看到姐姐给的镯子泛着红光 将那怪物震出了好远 我趁着这空荡 抬腿就跑 可不知为何 追我的怪物越来越多 黑压压的一大片 把我团团围住 那镯子结出了个照护住了我 我在罩子里 看着铺天盖地的骷髅 冲我伸着爪子 熬夜是故意丢下我的 我早该想到的 她想要离开冥界 她觉得我是麻烦 她想让我灰飞烟灭 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可没想到她竟然讨厌到 想让我不得超生 那红光愈发微弱 煞时间突然熄灭 镯子净直碎成了鸡粉 那些骷髅 汹涌地向我扑了过来 难道我就这么被射魂鬼吸了去 从此再不入轮回 涌舵阎罗了吗 可突然天色一变 接连降下几道惊雷 不偏不倚地 把那群怪物 披成了飞灰 熬夜慌忙赶来扶我起身 你没事吧 我却是静止撇开她 不言不语地独自往前走 喂 萧萧 你有没有事啊 我顿下脚步回过身 同她嘲讽道 我没事 你很失望吧 她脸色也沉了下来 转瞬确实道 萧萧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不是故意 把我扔在林子里吗 还是你从没想过 借射魂鬼摆脱我 是 我承认我是想撇下你 可我没想真的害你 我想着 等我回到家 再找个灵器 给你重聚魂魄 后来 我听说被射去的魂魄 不能重聚 我就连忙赶回来救你了 赶回来 如果没有姐姐的镯子 你赶得回来吗 我还是没给她好脸色看 扭头便走 她追着我 又是道 你看你又没有事 干嘛还生气 我不该生气吗 我不能生气吗 我差点就涌舵阎罗了呀 你的语气从来都是这么不容置否 你一直都这么自以为是 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既然熬夜殿下这么讨厌我 那我们从此便一刀两断吧 她晃晃手腕的红绳 又是无奈道 断不了啊 我往生之后 因缘节自然会断 在此之前 也还请熬夜殿下 别再纠缠着我了 与毙 我决绝地便走了 可她依旧跟着我 直到我进了阿飞的屋子才离开 第二日我去地府找无常鬼 我问她有无办法能让我早些去往生 她却是极为官方地跟我说了句 你回去等消息吧 一般这种说法后面都没消息 我又不傻 阿飞说 让我安心留下陪她做个伴 可我总不能一直叨扰她 不过 我萧萧就是饿死 死外便 从望川跳下去 也绝对不会再去找那个坏心眼的神仙 所以啊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冥界 我得开始自力更生了 好在 天无绝人 哦不 绝鬼之路 我在街上百无聊赖的游荡时 有位大姐说我天资不错 问我想不想去牡丹花下工作 这大姐还真是慧眼如炬 竟然一眼就看出 我会种花 她又是说包吃包住 是我的好去处 我自然更乐意了 就这般跟着她走了 我本来想着 我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姑娘 她能骗我什么 不过来了之后 我想明白了 骗色 牡丹花下难道不该是个花店吗 怎么是个祭管 谁能想到 皮肉都腐烂了的鬼 还能做起来这么大的皮肉生意呢 我虽然大字不识几个 不过也大致懂得礼意廉耻 再三声明道 我只卖意不卖身 不过劳保审查了一番 发现我好像没什么意可以卖 不过也不至于这么着急 把我打扮成厌鬼出来拍卖吧 我不明所以地瞧着自己 飙成了天价 心里却是盘算着 一会儿怎么逃跑 眼瞧着我 马上就拍给一个猥琐老头了 此时那个坏心眼的神仙 却是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熬夜静止攥紧我的手 想拉着我走 却被一群恶鬼拦住了去路 他把我抱进了怀里 理直气壮倒 他是我娘子 我撇开了他 道 我不认识他 那猥琐老头 趾高气扬地同他道 听到了没 萧萧姑娘说不认识你 他皱起眉 有些焦急道 萧萧 别闹了 跟我回去 跟你回去做什么 让你杀 让你寡 寡完再给你劈个岔 那些护卫鬼赶着他 他却又是 搬出他的优越感 威逼道 他要是在此出了什么事 我们东海龙族和你们明界 不死不休 大哥 你这狠话能放得有水平点吗 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明界都是死过的鬼 谁怕和你不死不休 你是东海龙族 我还玉皇大帝呢 那老宝似乎也不信他 这套说辞 实话告诉你 我这店就是阎罗王开的 啊 这是我免费能听的吗 熬夜也懒得在和他们辩解什么 挥手炸出了几个火花 然后趁乱就把我拉走了 等到甩开了追兵 他立定便运色道 你生气归生气 为何要做见自己 那 谁知道牡丹花下是个祭馆呢 他却是一脸无奈地瞧着我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听过梅 笨蛋萧萧 哎 果然还是吃了梅文化的亏 对不起 他又生如文锐地嗡了一声 你说什么 你大点声 我眼睛不好听不到 他又是虔诚道 对不起 我不该丢下你 以后不会了 他真的道歉了 今天人间的太阳 是从南边出来的吗 得 他又窥叹一声 行宫也回不去了 另谋出路吧 为什么回不去了 我刚榨了严书的祭馆 他要是报复我 在人家的地盘上 我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啊 我又是不解地问道 你们不是殊职情深吗 他凑近些道 萧萧 你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死的吗 这有什么关系吗 当年他是为了捡一个铜板 坠合淹死的 死了之后 还惦记那个铜板 不肯和无常走 结果被困在了河底 做了个水鬼 我怀疑他在骗我 但我找不到证据 我父王当年就是那条河的河伯 瞧他可怜 便给他指了个黄泉路 他这才到了冥界 多年水鬼熬成了阎罗网 那 他这一个铜板 捡得还挺直 那是他熬出来了呀 他要是熬不出来 就得跌进十八层地域 层层受折磨 不对 他又是暗翠一声 你怎么完全没搞清重点 这件事要告诉我们的是 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 所以 行宫回不去了 咱俩一起流落街头吗 怎么可能 他冲我挑挑眉 你忘了 哥还有小号 那钱庄掌柜翻了翻账簿 确实道 王福贵公子 你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怎么可能 我前几天还看到 那上面的数字 大的惊人 掌柜的有条不紊地拿出账单 一条条解释 打碎牡丹花下琉璃展十个 烧毁蚕丝账漫五十米 毁坏桌椅二十套 还真是很巧呢 最后总计所有的赔偿 刚好就是他账户上的数字 分离不差 还算你父王有点面子 你书没给整成父的 我看着他气得铁青的脸 又是爷鱼道 看来 你言书也知道 你有小号 破财消灾 他咬牙切齿地一一顿出 可临走前 那掌柜的又拦住我们 查询手续费结一下 好了 现在资产是负的了 我当了那身厌鬼的行头 付清了这笔债务后 还剩两文钱 葱油饼一文钱一个 我俩落魄地蹲在街头 一人啃着一个 关 伤 勾 劫 劫 他恶狠狠地撕扯着葱油饼 等我回去 我一定让父王去天庭弹劾他 没有钱 咱俩能安然度过今晚 都是问题 还回去 你再想屁吃 你能说点有建设性的话吗 他又是一身傲骨高银道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付来 听不懂 说人话 通俗点就是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了 熬过这几天 咱就有钱了 合着 你就等人给你烧纸呢 说好的字力更生呢 你不是还有法术吗 我问道 他却是尴尬地笑道 火花好看不 在祭馆最后那点灵力都炸完了 那也不能怪我呀 也没人跟我说 冥界的阴气压制神仙灵力呀 自己修为低就低 别扯那么多借口 我上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 死了还能摊上这个活祖宗 冥婚害人害鬼呀 哎 我打量打量了他 又同他道 我有办法了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他被奶奶紧按在怀里 假笑着比哭还难看 有小号为何不用 难道还真流落街头 福贵儿啊 我的乖孙 你怎么就这么英年早逝了 奶奶抱着他不住的感慨 我这不是想奶奶了吗 他装得乖巧 又是把我推了出去 还给您带了孙媳妇 孙媳妇 奶奶闻此起了兴致 静止将怀里的他撇到了一边 拥上了我 刨根问底地问了起来 我只好把冥婚的前后原委讲了一遍 真是个可怜的姑娘 奶奶俯伏我的头 又是倒 既然嫁进了我老王家 奶奶就不会让你再吃苦 说完便是塞给了我一个厚厚的见面红包 有钱了 有钱了 奶奶又是意味深长地拍着我的手 你和福贵儿就住在这陪奶奶吧 早日让我抱上重孙 啊这 这是另外的价钱 得嘞 熬夜坏心眼地笑着 答应得爽快 他带我回了他的房间 坐定又是感慨 又回到了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觉 这宅子和王家人间的宅子 不能说是相差无几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我那王老爹孝顺 给奶奶烧了个一比一完美复刻的宅子 一比一完美复刻 这王源外到底是吃了多少盐 他又是翻箱倒柜 熟练地摸出来一本书扔给我 而后邪魅挑眉 好好学习学习 怎么生重孙 别再说躺一起就怀孕的傻话了 生什么生 你是仙 我是鬼 那生出来的是啥 不人不鬼 半仙半鬼 不过 我最不解的是 明界为何还能新增人口 哦不 鬼口 他又是给我普及知识 有善鬼飞升天堂 也有恶鬼堕入地狱 还有不少倒霉蛋被射去魂魄 明界有折损 也得有镜像啊 你没看到街上贴的大字报 鼓励生育 支持二胎 可以 这很明界 本着熬夜经常不干阳间式的原则 他那书我也没看 不过他翻了几页 我也就顺道瞥了两眼 原来躺床上不能怀宝宝 还得脱衣服才行 可我说完他又笑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后来他厚着脸皮 想要上床睡 反正不脱衣服 我也就忍了 过了几日 便是到了清明 奶奶说 清明那日 鬼魂可度望穿回人间 与亲人团聚 奶奶又说 他年岁大了不便折腾 去鬼市买颗托梦单便是了 倒是我们该回去看看 熬夜自然乐意得很 离不了冥界 去人间一天 给我的灵力回回血也行啊 熬夜单独确实出不了冥界 不过我用姻缘节牵着他 倒是安然度过了望穿 在百度的船上 他却是瞇着眼睛 不住打量着阿渡 看什么 没见过长得帅的船夫啊 他思索了一番 而后竟是惊呼 小叔叔 阿渡也是回身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 大侄子 在望穿河上认亲 这合理吗 熬夜又是悄悄捅我嘀咕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 不过他确实是我 妻旧老爷家表旧爷爷的儿子 按辈分 我得叫他生叔叔 我无语地看着他 你到底有多少好叔叔 叔啊 你不是去当河神了吗 阿渡却是晃晃手中的讲 笑道 不当神仙了 下海经商 就他妈离谱 不好好做神仙 一个个都来冥界凑热闹 半卡布 大侄子 不了不了 这冥界我再不想来了 只是下了船 熬夜却是这急忙慌地拉我走 又是捅我道 杜夫那么多 你以后不许再坐他的船了 为什么 你不照顾你叔叔生意吗 叫他生叔叔 只是看在我七旧老爷的面子上 他是骄 我是龙 这档次还是不一样的 逮 又是一段塑料书之情 骄族男子最是狠力薄情 云渡叱咤长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狠力薄情 可是他的眼睛温柔似水 根本不像熬夜说的那般凶神恶煞 谁知道他怎么就突然转了醒 熬夜又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拉着我往前走 不管他了 你不是想你娘了吗 就一天时间 咱们快走吧 我原以为把我卖了 家里多少能好过些 没想到啊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我那毒鬼老爹 在冥婚那日喝大了 直接掉沟里 落了个半身不随 我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熬夜却是感慨到 这种丈夫还不合理 留着过清明吗 我当然也劝过我娘 不过我娘对我爹 多少还是有些情分的 不然也不会不离不弃地 照顾了这大半年 我爹性子似乎也温和了许多 竟然还破天荒地说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 还一分纸钱都不给我烧 看到如此景象 我心里很不舒服 可又奈何只是个鬼魂 只能干看着 早知如此 我今日就不该离开冥界 你干预不了 我可以啊 熬夜得意地插着肩 说吧 想怎么整 能把她的腿治好吗 要不是心疼我娘 我才不会管她 这倒是不难 不过治好了 她又变回从前那般 又如何 那就再打断 我也就是赌气一说 没想到她真这么干了 她幻化成一个老道 治好了毒鬼老爹的腿 逼她发了毒誓 又是交给我娘了一串咒语 她装得清高脱俗道 若她以后有违誓言 再去赌博喝酒 那便再断了她的腿 真有你的 我爹娘哪里见过这场面 连忙磕头道谢 她却是得意洋洋 差点说漏嘴 不客气 谁让你是我丈母娘呢 我觉得给你个杆子 你能窜上天 我爹娘猛逼地抬起头 她又是战术的一颗 我说账 账没结呢 我爹娘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了 可到最后 她也就象征性地拿了两个铜板 神仙救人 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 感情 除了一针一线 啥都能拿 她看着溅落的太阳 又是惋惜 本来还想带你去东海 捉水母染薄花泥 现在吹了 你不去王源外家看看吗 她倒是看得开 清明之后还有中原 中原之后还能等明年 总会见到的 我却是探望 要是太阳不落山就好了 我很想看看 七彩之夜染出的薄花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很想陪她 去帮奶奶回家看看 太阳啊 一直都在天上 她又是伸手掏出两颗糖来 糖也永远是甜的 你刚才就是去买这个了 可她怎么知道 我想吃糖的呢 哎呀 不知道是谁 每天晚上都说梦话 说想吃糖 小时候 只能过年才能吃到糖 后来有了弟弟 过年也吃不到了 可那个味道在记忆里 越发香甜 我想着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要每天都吃糖 可是我伸手去拿 却终是触碰不到 这时我才想起 我已经离开了这美丽的人世 一不知差 我还是没能吃到糖 你拿不到啊 那我帮你吃咯 听听 汝人言否 甜吗 她扒唧着嘴 说不太清 不然还是你自己尝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便是堵上了我的唇 我也说不太清 嘴里很甜 可是心口却又很酸很炸 太阳落山了 可糖永远都会是甜的 从人间回来后 我觉得熬夜有些不对劲 她这个杠精竟然变得乖巧又听话 有时和她说着话 她突然就战红了脸 不再言语 我姑且认为 她这是接受了生活的毒打 又或者是在冥界的水土不服 可是她竟然背着我 让无常鬼给我弟弟加了二十年阳寿 每其名曰照顾小舅子 神经病啊 这种相看两相艳的日子 一个甲子她还嫌不够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也借口什么怕冷 抱着我 反正没脱衣服 我忍 可是迷蒙间 我只觉得她用下巴磨蹭着我的病发 还用唇瓣在上面压了压 我顿时就清醒了 静止推开她 结问道 你干嘛亲我 我 我没有 她结结巴巴的 一定亲了 我明令静止同她道 你不许亲我 我亲我媳妇 怎么了 我说不许就是不许 她却是来劲了 静止把我压在了床上 撬开了我的唇齿 她肆意地掠夺着我的甜筋 我口中席卷着她轻烈的气息 我觉得她一定是给我下了降头 不然为何我会如此贪软无力 至于心跳如骨 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 她终于松了口 却又把头埋进脖梗间 又舔又咬 她的手不老实地在我身上游走 最后却是落在了我的衣带上 她又是在我耳畔换我的名字 不知是蛊惑还是祈求 可我还没应她 她便是扯开了我的衣带 我用力推开了她 就跑出了屋 我才不要脱衣服 我不要怀宝宝 我跑到了阿飞家 哭着对她说 她欺负我 阿飞不明所以地问我 她打你了 嗯 她还咬我 我给她看我脖子的红紫痕迹 这就是证据 阿飞立在那里看着我 呆入木鸡 回过神来 阿飞又是笑着说 她这是在疼爱你呀 疼是真的 爱 没觉得 阿飞又是同我说了许多 最后又是道 我也只是看过猪跑 还是回去让你家相公教你吧 原来脱了衣服还不行 还得有很多步骤才能生宝宝 那 我又没嫁过人 我拉个小得 可我抬眼 却是看到阿飞的魂魄 忽明忽暗 威似朝露 她淡淡道 世间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世间的人也都将我忘了 她说 萧萧 我要去往生了 我陪着阿飞到了奈河桥边 她同我道 萧萧 就送到这里吧 她说我们有缘分 可缘尽之后 总得分离的 我却舍不得她 她这一走 不知能否再见 可就算再见 恐怕也是见面不识 这便是凡人的轮回道 这便是无情的天道 她立在奈河桥边 却是远远和百度经过的阿渡 微笑示意 你也认识阿渡 她说 她在冥界这些年 一直坐她的船 可她却从未收过钱 她又是半开玩笑 冲我道 若我这次回来 你还未走的话 记得提醒我 这回我是没有办卡的 我可不想下个轮回 还白坐她的船 与碧 她便是引进了孟婆汤 跨过了奈河桥 她走了后 我问停靠在岸边的阿渡 其实 她上个轮回 也没办卡吧 阿渡却是笑笑 我这儿的卡 一个轮回一注销 果然 我开始相信 熬夜童我说的话了 以前的云渡 或许真的是很力薄情 不过现在很明显 她变了 可以讲讲你的故事吗 阿渡倒也坦诚 坐定后 意起了从前 千年前 我在洛河做河神 当地村民 给我献祭了一个新娘 用活人生计 比我这冥婚还离谱 起先 我没杀她 只是想留个消遣 可没想到 她却彻底改变了我 言极此 她的眼神里 气满了温柔 她很爱笑 很喜欢穿红衣裳 因为她 我爱上了 我曾厌恶的人士 可转瞬 她的语气 又是哀伤 可她是个凡人 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为她续命严寿 却还是敌不过她 日渐老去 到最后 她死了 可我还活着 后来呢 我执念太深 又连追了她武士 我一遍遍同她重拾 可她往生走一遭 便又把我忘了 后来我才发觉 其实对她来说 每是谁来陪她都一样 是我自私地将她付住了 也将我自己付住了 第六是 我没有再去找她 我又问到 你是想忘了她吗 其实我还很爱她 不过我更想成全她 我渡月不了红尘 普渡不了众生 我便来望穿渡她 在我心里 她集红尘 她就是我的众生 每隔百年 我总能渡到她一次 她每次都问我 为什么不收钱 我也每次都框她 她上个轮回办了卡 你不怕我告诉她吗 我笑着调侃她 她也爽朗一笑 她这次长命百岁 你等不到她回来了 她摇奖开船 又是得意显摆道 不过 我还能等到她 那执媳妇儿坐船 能打折吗 我隔着望穿水 冲她喊道 她也会喊道 你不怕被阿叶打骨折 我就给你打折 逮 官方认定了 塑料书直情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轮回到的凡人 可以和神仙相爱吗 如果相爱了 会怎么样 如果注定是错误 是不是就不应该开始 我远远就看到 熬夜在家门口等我 看到我之后 她跑过来 把我抱紧 她竟还有些称怪道 你去哪里了 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还没等我回话 她便是火急火燎地 拽我进了屋 递给我一件红衣裳 你怎么突然给我 买了件红衣裳 她笑道 当吊燕鬼那件 红裙子的时候 我看到你舍不得了 那当然 哪有女孩子 不喜欢红裙子的 她穿多我试试 我也就迫不及待地 穿上了 还挺合适 她却是看着我正了神 脸上晕起飞红 又是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其实我也给自己 做了件红衣裳 啊哈 哪有男孩子 穿红衣裳的 她却是脾气笑道 成亲的时候 可以穿啊 成亲 成哪门子亲 当然是我们成亲了 她突然单膝跪地 萧萧 你嫁给我吧 可是我已经嫁给你了呀 不是王福贵 是我熬夜要娶你 她又是拿出一片龙鳞 仰着头对我道 我们龙族都是拿鳞片 做信物的 如果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淡淡几个字 打断了她 为什么 她猝起眉头不解问道 我对她明令禁止道 没有为什么 你不许娶我 不许喜欢我 可是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她起身静止 把龙鳞塞到了我手里 萧萧 嫁给我吧 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不好 我当着她的面 把龙鳞扔在了地上 她的脸煞时变得很阴沉 我不喜欢你 我们也不合适 姻缘结解了之后 你回你的东海 我去我的往生 我跟她说得清楚明白 可她却是赌气般捅我道 还有八十年呢 小爷就跟你慢慢好 你以后肯定得嫁给我 从那天以后 她便四个八爪鱼般 粘着我 张口萧萧 闭口娘子 她知道我会动摇的 她知道的 对不对 我偷偷渡船道 鬼是去问白小生 我问她 凡人可以和神仙相爱吗 如果相爱了 会有什么后果 她却言简意该地 回了我十六个字 一方天地 一重法则 与举越界 必遭天谴 天谴 我不要她遭天谴 我又是去地府找白无常 索性她这次没再敷衍我 她说 早日往生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只能脱生到 塞外的蛮夷之地 而且宁格也不明晰 可以 只要能去往生 脱生成牛羊都可以 若你愿意 明天便有往生的名额 明天 这么快 好 明日便明日 回到家 熬夜又是狗腿般缠了上来 我问她 还有龙鳞吗 她不明所以地证了一会 而后又是试探出口 什么意思 不愿给就算了 我洋装地生气地撇开她 你答应嫁给我了 她狂喜地笑着 我默认着没说话 她又笑着撸起袖子 显出鳞片 喜欢哪片 随便拔 她怕我反悔 说着择日不如撞日 当日就拉着我拜了堂 是夜 她抱着我躺在床上 你睡了吗 我问她 高兴地睡不着 那 你教我生孩子吧 她一个机灵撑起身 难以置信地问我 你说什么 没听清算了 还没等我撇开她 她铺天盖地地吻 便落了下来 我其实很好奇 脱了衣服 到底要做些什么 才能生孩子 可她却是不住地亲我 从脖梗一路向下 这样亲亲 是不是就算成夫妻了 可回答我的 只是她越来越粗重地喘息 我莫名觉得有些害怕 随之而来的是 突如其来的撕裂疼痛 好了 没 我不住哭着问她 身下也忍不住搅了一下 而后她低吟一声 我便觉得 有股热流涌了进来 她突然黑了脸 对我吼了句 美好 美好就美好 凶什么 她气汹汹 把我翻来覆去 滚了好几面 又是折腾了许久 最后 她如获珍宝般抱着我 在我耳畔喝气成蓝 萧萧 我好开心 我们现在是真夫妻了 第二日晨起 我忍着酸痛下了床 可她还睡着 我又是学着她 用唇在她的鬓发间压了压 她哼唧了两声 又是蒙头大睡 她喜欢赖床 且得睡呢 等她醒来 这时间就没有消消了 我其实很想陪她过完 剩下的八十年 可我更怕这八十年 误了她千万年 我怕她会像阿渡一样 一世世地追着我 她有永恒的生命和记忆 可我没有 我会老 会死 会往生 会一遍遍忘记她 我不要太阳为我坠落 我要她永远炽热地高悬在天上 我随白无常办完了一通手续 最后来到了奈河桥边 我捧着孟婆汤正是要喝 却看见熬夜衣衫不整地赶来 高声制止 你给我放下 她飞奔过来 却被一大群维持秩序的鬼兵架住 最后她只能一边挣脱 一边放狠话 萧萧 你要是敢喝 我就回去把你爹的腿打断 喝了汤 我都要换爹了 谁怕你威胁 我又是把碗抬得高了些 她更惊慌了 别 我以后不熬夜赖床了 我早睡早起 你别喝 只要你不喝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哪里不好 我都可以改 求你别喝 你一身臭毛病 改得过来吗 我端起孟婆汤 一饮而尽 而后头也没回地 跨上了奈河桥 快走到桥尽头的时候 我还听到身后有人叫 萧萧 萧萧 是谁 为什么听到她叫这个名字 我会这么难过 但不管了 再走几步 迎接我的便是新生 跨出奈河桥的最后一步 红线 断了 我叫萧 李营商 安杰丽娜 英学与寒灵 萧 是波斯国的小公主 我出生的时候 嘴里含着片龙林 更是给九汉的塞外 带来了三日甘霖 他们都说 我是天命的圣女 臣民们拥戴我 父王宠爱我 整个西域 就没有我要不来的东西 这日 我在茶马古道 捡到一个昏迷的中原人 王兄总跟我说 中原人长得都很丑 不过看在这个中原人 没丑到我的面子上 我就把他救回去吧 没想到他醒来之后 竟然要以身相许 入坠到我们波斯 配钥匙吗 你配几把 我把弯刀抵在他脖子上 说 是不是中原人派来的奸细 冤枉啊 他举起双手 投降示弱 那你来西域做什么 我又把刀抵得尽了些 他说 他千里迢迢是来行妻的 优贺 还挺痴情 他叹气哀怨地 讲起了从前 他先是用我父母 破我娶了他 而后又害我倾家荡产 他对我百般引诱 我敌死不从 最后他强要了我的清白 又弃我而去 太过分了 我拍桌而起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坏心眼的女孩 找到他 一定要找到他 我气愤田英地对他说 找到他 三刀六洞 哦不 千刀万寡 你要是下不去手 本公主帮你 他怯怯地憋笑 笑什么 我这是在帮你讨回公道爱 他又是不住笑着点头 对 他心眼最坏了 就是个养不熟的小白眼狼 你骂他 看我干嘛 中原人真奇怪 他说他叫王福贵 这名字真奇怪 又短又难听 不过他给我起的汉名 萧萧 还挺好听的 本公主虽然正义感爆棚 不过也还不算傻 还是得先排查排查他 是不是奸细 排查第一步 就是没收他的行李 一一查看 没想到 他这行李还挺沉 这里面是放了锤子吗 结果打开一看 全是海中珍宝 他这是捅了海产窝了 我拿出一个珊瑚镯子 问他 这是做什么的 我姐不及我媳妇的礼物 那这个珍珠项链呢 我大哥给我媳妇的礼物 这个珠贝簪子呢 我二哥给的 那这颗蓝宝石呢 我四哥给的 等等 怎么就四哥了 三哥呢 你三哥就没给你媳妇礼物吗 他矫情地哀伤了一下 我三哥 在我出生前 就被小鬼子残忍杀害了 我恨小鬼子 啥是小鬼子 就一个小屁孩 那一包袱的珍宝 都是他七大姑八大姨 送来让他挽留媳妇的 那么坏的女人 还让他追回来 这不把福贵儿 往火坑里推呢吗 他委屈巴巴地瞧着我 他们说人追不回来 就不让我回家了 本公主最讲道理了 你把这堆珍宝送给我 我就收留你做个小奴隶 收留嘛 平时给他点饭渣就行 赚了 赚了 他确实不服 这么多珍宝 当聘礼都够了 你就只让我做个小奴隶 同意就留下 不同意留下珍宝 你人可以走了 你看本公主多讲道理 成交 这不就行了 哎 这是什么 也是给你媳妇的 我在包袱里 又发现了一只七彩的薄花 还挺好看的 这是薄花头饰 好看吧 我让他帮我带个头饰 结果他在我头上钻木取火 没被他戳死 真是我命大 带完 他又是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又是说 西域的姑娘 都像你一样好看吗 中原的男子 都像你一样 有嘴滑舌吗 我问他 臭不要脸 用中原话怎么说 爱老虎游 我学舌 爱脑 骨牛 他又是嫌弃我笨 是 爱老虎游 我学了好几遍才学会 学会了就开始骂他 爱老虎游 爱老虎游 我竟然还笑着 让我多骂几遍 神经病 爱老虎游 爱老虎游 老虎游 老虎游 西域久旱成灾 沉迷们走投无路 竟然想让我去求雨 我哪会这个 不过也不好说 毕竟西域上次下雨 还是十六年前 我出生的时候 我不住地 骂撒着那片龙林 龙林 龙林啊龙林 你要是真的有灵性 就帮我下场雨吗 福贵儿 却是不屑道 你还真拿片龙林 当令箭了 不知道龙林 出在龙身上啊 我当然知道 龙林出在龙身上 难不成 还出在你身上啊 他又是开始 胡说八道 十六年前 那哪是雨啊 那都是我的眼泪水 我也是爷于道 你以为你好两生 就能下雨了 你还把自己 当龙王的儿子了 瞧不起谁 你都能是天命的圣女 我怎么就不能是 龙王的儿子了 就瞧不起你了 有本事你上啊 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 他又是脾气一笑 要是我能帮你求来雨 你就亲我一下怎么样 哦 呵呵 别说亲你了 嫁给你都行 不过事实证明 话真的不能乱说 谁承想 这小子真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呢 他一脸理直气壮地来讨债 准备什么时候成亲啊 娘子 阿呸 爱老虎游 他却是对我说道 爱老虎游兔 好家伙 别以为我猜不到 你这是在骂回来 我看你却少毒打 我拔出弯刀 准备收拾他 他却是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 爱老虎游兔是表在肯定 意思是 我确实是臭不要脸 这还差不多 最后为了保住我 天命圣女的名声 我只能稀释宁人地 在他脸上啄了一下 让你亲一下 你还就真亲一下 那不然嘞 他把嘴撅得老高 生怕人不知道他不满意似的 最后 他把我抵在墙上 泄愤似的 在我唇上又啃又咬 唇齿交错间 他说 萧萧 我很 想你 我怀疑他少说了一个字 他想说的应该是 萧萧 我很想你 死 不就是拿了你一袋珍宝吗 所以我谋财 你就害命是吧 这人真小气 我十六岁了 也是到了婚配的年纪 今日 父王问我想要怎样的夫君时 我脑中 竟然不自觉浮现了 王福贵 那富贱兮兮的样子 我肯定是中邪了 父王走后 我又是脱塞自己嘀咕道 我未来的夫君 究竟是什么样子啊 他当仁不让地指了指自己 笑道 别想了 你未来夫君在这呢 我看着他正了神 他为何笑得如此好看 中原男子善下骨 看来这传言是真的 他说他要娶我 可是我父王要为我招亲时 他却是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想 他可能是去找他落跑的娘子去了 他总是在我面前 骂他小没良心的 可他却没说过他不爱他 想来 他如果不爱他 也不会千里迢迢跑到西域来找他 原是我自作多情了 可是 你既然要去找你娘子 为何还要来招惹我 王福贵 你个渣男 爱老虎游 不过说来也怪了 以前西域几十年 都不带下一滴雨的 这次却是兮兮兮兮的 下了大半个月 因为这雨 我的招亲大点 只能一拖再拖 后来好不容易雨停了 招亲的台子刚搭起来 天上就突降一道惊雷 把他劈得渣渣都不剩 我不过是想嫁个人 怎么还遭雷劈呢 这一道雷降下来 谁特么还敢娶我 我的地位也瞬间从天命圣女 便为了天煞孤星 谁娶谁遭雷劈的那种 老天爷 你是想玩死我吗 正当我悲愤时 那个爱老虎游的渣男又回来了 他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不由分说地就堵住了我的唇 渡给我一颗丹药 好苦 好苦 这什么 我不仅嘴里苦 头也晕晕的 脑袋里凭空涌入了很多奇怪的记忆 恍惚过后 我立定抬眼 却看到熬夜一脸期待地瞧着我 熬夜 等等 熬夜 他怎么在这里 他却是把我抱得很紧 萧萧 这次你别想再跑了 我嘴里还犯着苦味 他却是拿糖哄着我 在吃颗糖 糖啊 永远都是甜的 你刚刚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这么苦 我称怪地问道 回梦丹啊 他又是理直气壮地说 我本来想着 找到你这个小眉良心的 狠狠折磨折磨你 可一见到你 我就不争气地 单方面先原谅你了 那些物理疗法 像回梦边 回梦府 回梦榔头什么的 我都没舍得对你使 随即他又愤愤道 鬼师刚研制出来回梦丹 我就回去取得功夫 你竟然就要招亲 气得我直接 就把台子披了 等等 信息量有点大 让我先履一履 他之前说什么 他来西域是寻妻的 感情他找的 那个坏心眼女孩 就是我 扎女竟是我自己 不对啊 我好像没他说的 那么坏啊 我问 我用你父母 迫你娶我 他答 那冥婚我也没同意啊 我害你倾家荡产 不是你 我会榨牡丹花下吗 我百般引诱 你抵死不从 你睡觉老乱动 还好我都忍住了 我强悔你清白 然后弃你而去 不是你让我教你生孩子的吗 最后你也确实跑路了呀 这么看 他说的好像也没问题呀 我这么扎的吗 熬夜又是撅着嘴索闻道 知道对不起我 就好好补偿补偿我呗 不对啊 就算扎 那也是上辈子的事了 这辈子你批了我招亲台 这账还没算呢吧 既然想不通 就先把他揍一顿吧 大不了一会儿想通了再道歉 我一边对他拳打脚踢 一边骂着爱老虎油 可他还笑着说什么 打是亲骂是爱 神经病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不仅厚颜无耻地 爬上了我的床 还一直扒拉我衣服 后来他见我的衣服扒拉不下来 索性就把他自己包了个精光 他附在我耳边 阴雅开口 萧萧 我想你 心里想 这儿也想 萧萧 萧萧 别叫了 别叫了 再叫我也不搭理你 萧萧 我都为你守身如玉 十六年了 萧萧 我每天都梦到你 每天都很想你 别这么大尺度 我还是个小孩子 可他不住地在我耳畔轻喘低吟 引得我也有些难受 那 那就一次 他得逞地笑了声 便是压了上来 稳住了我 可他折腾起来 又是没完没了 我也起了反抗他不守信用的心思 在他情动不已的时候 叫了王福贵的名字 他身子突然僵住 又是惩罚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 语气不容置否地道 叫熬夜哥哥 哼 我本来嫁的就是王福贵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王福贵 王福贵 福贵儿 我不住地这么叫他 他折腾得愈发凶了 最后任我叫了多少声熬夜哥哥求饶 他也没放过我 自那以后 他便三天两头年过来求欢 最后总能想办法把我吃干抹净 又是一番云雨过后 我称怪地踹他一脚 你在这么夜夜声歌 迟早搞出人命来 他挑眉脾气一笑 那我们是先搞熬力奥 还是熬力给 哼 臭男人 我背过身去不理他 他依旧是没脸没皮地贴上来 萧萧 别生气嘛 我这不正向你父王提亲呢吗 我第一次去 他嫌弃我是个中原人 后来我切了个小号 他又嫌弃我家事不配 我又切了个小号 他又嫌弃我理数不周 他叹了口气 又是道 凡间昏配真麻烦 不然你跟我东海吧 萧萧 东海很好的 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我洋装熟睡 始终没答话 他见我睡着了 也不再言语 在背后紧拥着我入眠 最后他又蹭蹭我的背 嘴边喃喃了句 反正我不要再和你分开 俗话说得好啊 由减入奢疫 由奢入减难 就算想起了上辈子的艰苦生活 我这娇奢的公主病 也改不了了 比如 吃草莓 我只吃个家 把底随手就扔给熬夜了 他啃着草莓 哀怨得自言自语道 萧萧吃草 我只能吃草莓屁屁 再炒 草莓叶叶也不给你吃 再比如 有些衣服穿过没几次 配不上我的气质了 便就不想再穿了 熬夜把我不要的衣服 都搅成了碎布 砸了999朵薄花送给我 看来还是让他吃太饱了 我以为这样的生活 能多过些时日 可他却戛然而止 在了一纸诏书上 我会引雷唤雨的消息 不静而走 不知如何 就传到了中原皇帝的耳朵里 中原皇帝自诩真龙天子 派来使臣前来求取天命圣女 人家都说真金不怕火炼 他这是真龙不怕雷劈 波斯兵弱 我父王自然不敢忤逆他们的意思 只得忍痛送我去和亲 熬夜却是气急败坏地 想去劈了那狗皇帝 我问他 皇帝死了之后呢 又能如何 帝王崩世 凡间必然动荡 又有多少凡人的命格 会因此被扰乱 天界怪罪下来 你父王保得住你吗 那我们离开这 我带你回东海 我走了 我父王怎么办 波斯的臣民怎么办 如果中原铁骑攻入西域 我变成了千古的罪人 他又是不顾一切的任性 我不管 我爱你 我就是不许你嫁给别人 爱 你能爱我多久 我嘲讽一笑 就算你现在爱我 可是等到我七老八十 年老色衰的时候 你还能说得出爱吗 我可以 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可是我不可以 我斩钉截铁地对了回去 我老了 可你却还会是少年模样 到时候 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什么 母子 祖孙 可他却是有些倔强道 我可以用法术 维持你容颜不老 我可以想办法 帮你还魂续命 只要我们不分开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我却是对着他嘶吼道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生生世世霸着我 我不喜欢你 我不属于你的 你骗人 他扯着我的肩膀 迫我同他对视 你明明就很喜欢我 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又是把龙林 在他面前扔了出去 而后对着他的眼睛 平和地倒 我不喜欢你 以前不喜欢 以后也不会喜欢 他神情落寞 扯着我的手 也慢慢松了下来 我不会和你回东海的 你走吧 他满眼黯然地看着我 略带哭腔 孤注一掷地说 要是我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呢 那就别回来 与毙 我便转身离去 我不知道 他那天在那里 待立了多久 可他真的就没再回来 可我却是 没能驾到中原 我死在了和亲的路上 红宗宝马脱江般地 跑下了悬崖 连累马车上的我一起 被摔死 波斯国的小公主 生得轰裂 死得草率 我又坠崖而亡了 无常鬼来接我的时候 我气愤地拽上 白无常的领子 这特么就是你说的 命格不明晰 白无常却是 耐心同我解释 萧萧姑娘提前往生到西域 就是因为中原 还有世人记的你 所以你一旦踏入中原 命格冲突 便会重回明界 早知道这样 我折腾什么 这次我脱生 成了一国公主 怕是没有个百八十年 不能再去往生了 看来得做好 长居明界的打算了 可是白无常又试探地说 明界在西域的业务 还没完全开通 所以接收不到西域祭奠记录 也没有西域人的住宅区 不用这么委婉 你不如直接跟我说 我现在就是个 要流落街头的穷鬼 得 又是人才两空的一个轮回 好在王福贵不在了 奶奶还愿意收留我 我就这样在明界 一直陪着奶奶 过了许多年 这些年 我时常会梦到熬夜 梦到她为我吃糖 给我扎薄花 还抱着我不住的叫萧萧 可是我的梦里 又总会出现她悲戚的神情 最后一片虚无中 就只剩下她那句话 如果我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呢 再也不回来了呢 话本里说着会回来的人 大多都没有回来 那说着不会回来的人 还会回来吗 还是不要回来了 我带着两师的记忆 过了这些年 便如此郁郁 如果她真的像阿渡一样 带着那么多记忆 过上千万年 又会多么痛苦 我不要她那么痛苦 我要她永远开开心心的 奶奶往生前记忆错乱 一直拉着我的手 叫福贵儿 可我知道她的福贵儿 本就不属于这里 她属于那片自由的汪洋 奶奶去往生了 可亡源外又来冥界了 丈夫都跑路了 我还得侍奉公婆 这都没凭上感动冥界 绝对有黑幕 王老爹跟郑苗红 关心大事 每日都要读六届时报 读完总还要义愤填膺的评论一番 这篇交货论真是荒唐 长海玄交渡劫画龙 威力更甚九天应龙 简直胡说八道 交足若有不沉之心 四海避乱 八荒一煮 这句最扯 您冷静点 再怎么样也是神仙们的事 咱们鬼魂管不着 这日 我去街上给她买报 却是碰到了云渡 她披着一身墨蓝灵凯 眼神也凌厉了许多 有狠利那味儿了 她说 笑笑姑娘 我要回长海了 你不等阿飞回来了吗 她却是意味深长说了句 我 应该回不来了 不回来了 还有那么多卡没销呢 你这就卷款潜逃了 有薄情那味儿了 她又是道 你我也算有缘 送你片浇灵吧 你们水族都有乱蒿灵片的习惯吗 我还没收下 一旁便是来了两个小兵 恭敬冲她道 将军 我们该走了 将军 她这是要去打仗了吗 临走前 云渡郑重其事地 把那片浇灵放到我手上 又是极为认真道 好好收着 如果我知道 那是最后一次见她 我一定会多和她说几句话 没过多久 大街小巷便一满了叫卖的小童 号外 号外 焦族大败 太子云熙为至天族 败了 那阿渡呢 她还会回来吗 还没等我上前去问 便是又有小童叫卖 号外 号外 焦族溃败 大将军云渡寄灭于岸 我慌忙夺下报纸 却只见那上面毫无感情地 写了两行话 天里十万一千年落月 天族出兵长海 焦族溃败 仍宁死不祥 4月12日 全军覆没于长海之盼 我良久没回过神 她说 我应该回不来了 她明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还是要去 到底是为什么呀 她当真就如此薄情地 抛下阿飞了吗 后来 我托无常鬼翻看生死簿 她说 阿飞下个月就会回来了 一个月就差一个月 你为何不能再多等等 我抹扎着她留下的焦铃 心里不住探玩 往生林 白无常打量着那片焦铃 什么是往生林 她又为何给我留下这鳞片 焦族的一种秘书 撕裂部分魂魄 附于鳞片之上 以待往生 只不过 这蚕食不入轮回 就算往生 最多也只得一世 我终于知道 她为何把这片焦铃留给我了 她是要脸去记忆 用这丝蚕食来换予阿飞的最后一段尘缘 她把往生林给了我 她把她最后的希望交付给了我 一个月后 阿飞回来了 这次回来 她变成了老玉模样 也不再记得我 可她依旧心善 时常收留流离的鬼魂 她说 这一世她的心上人战死了 她守着她的尸骨 终生未嫁 阿飞 最爱你的她 真的战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可我不能对她说这些 因为她根本就不记得 云渡是谁 我只是同她笑笑 婆婆 你这么善良 肯定会有福报的 我把这个鳞片送给你 你带着她去往生 下一世一定有段好姻缘 阿飞 你和她的七世情缘 这便是最后一世了 世间安得双拳法 不负长海不负清 此后 三生七世 黄泉必落 再无云渡 不知不觉 我已经在冥界 待了一个甲子了 这六十年间 这里的鬼魂来了又走 辗转之后 各安了天命 独留下我空守着 诺大的宅子 前些天我晨起的时候 觉到自己的魂魄 已经像流沙般开始流失 我该去往生了 我就要 永远地忘记她了 我想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在人世间的 某个角落重逢 她忘记了我 我也不再记得她 就这么擦肩而过 便也很好 可是我没想到 我还能再见到她 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和我第一次见她 躺在棺材里一模一样 我忐忑地凑近探了探她的鼻息 那气息细弱油丝 现在的她 就像一片随时会融化的雪花 姐姐说 那日她回到东海后 性情大变 整日把自己闷在房里 查看各种古籍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 查到了一种禁术 说是龙之逆鳞加以淬炼 可助凡人脱离轮回 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自剖了逆鳞 剁出了仙道 我缓缓掀开她的衣巾 看着那猙獰盘球的疤痕 似乎也能感受到 她当时的疼痛 傻子 我不值得的 她本就虚弱 又去昆仑之巅 强借雷霆之力淬炼龙林 等到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的魂魄 已经快被天雷劈散了 现在是仙丹吊着她最后一口气 如果今天太阳落山之前 她还没有醒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俯着她苍白的脸 却是怕下一瞬 她就要碎了 如果你走了 就再也 不会回来了是吗 姐姐把我送进了迷流幻境 我倒是要看看 是怎样的美梦 让你如此不愿醒 在她的梦里 她还是王福贵少爷 娶了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夫人 生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还说你不喜欢 王福贵儿这个小号 她牵着夫人 抱着孩子刚要出门 我想赶上去叫她 却是被家仆拦了下来 那家仆扔给我一个铜板 便把我打发了 真把我当要饭的了 我蹲在她家门口 守树带兔 蹲到一半有些饿了 就用那个铜板 买了个葱油饼 正在啃着 他们就回来了 我仰天长叹道 熬夜是真的不行啊 她就是个渺男 胡说 她突然撇下妻儿 气势汹汹跑过来对我 你不是叫王福贵儿吗 我又不屑地 啃了口葱油饼 我骂熬夜 和你王福贵儿 有什么关系 她也一脸纳闷地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莫名其妙 好想反驳你 我不搭理她 啃口葱油饼 接着尝叹 百炼千锤一根针啊 喂喂喂 说话要讲证据啊 与你无瓜 要你寡 她也是蹲下 理直气壮道 你一个小女孩家 可不能随便污蔑人啊 你这样 人家还怎么取得到媳妇 那你请我吃颗糖 我就不说了 于是乎 她竟止把她家娃手里的糖 抢了过来哄我 丝毫不管玩哭得撕心裂肺 糖啊 永远都是甜的 要不你也尝尝 我吃了糖 巴唧了两口 又是堵上了她的唇 甜意就这般流连在唇齿之间 两久 我才松开了她 她低眉垂眼默默看着我 又试探问道 萧萧 真的那么差吗 你自己啥技术 你心里没点数 喂 你家娃还在哭呢 你不管管 她却是俯上我的小腹 笑道 我家娃在你肚子里 还没声呢 她话语刚落 那幻境便如同 飞灰般湮灭了 我躺在她的旁侧 看着她缓缓睁开了眼 我轻抚着她胸前 骇人的疤 说道 还疼吗 你什么时候 才能改了 乱蒿鳞片的习惯吗 你已经足足扔了我 两片龙鳞了 所以 我想了个办法 要是把你变成我的逆鳞 你就不能再扔了 她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片金光闪闪的鳞片 笑着对我说 萧萧 你看 我炼成了 你附在上面去往生 就可以化身成鱼 过不了几百年 就能修成人形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我称怪地说她 傻不傻 她又是理直气壮道 不傻谁喜欢你 萧萧 这次不要再跑了 好不好 好 不跑了 她又是信誓旦旦地说 只要你不跑 不喜欢我 也没关系 我一定会对你很好 很好的 你以后 一定会很喜欢我的 可是我已经很喜欢你了 以前很喜欢 以后会更喜欢的 她挣了一会儿 而后 却是把我抱得很紧 又是温柔地骂道 没良心的小骗子 我附在逆林上 化身成了一条锦鲤 至于为什么是红色的 可能是逆林感受到 熬夜的少女心了吧 熬夜不太喜欢我待在东海 主要是因为有我在 她就失宠了 龙族的七大姑八大姨 个个都很疼爱我 我还没化成人形 就塞来了各种珍宝首饰 绫罗绸缎 其他水族也都莫名敬仰我 一个小海归海 给我送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 为民除害 可还行 熬夜闲他们吵嚷 影响我修炼化刑 便在东海之畔给我挖了个鱼塘 还极为霸气地说 看 这是我为你承包的鱼塘啊 她每天都为我吃 奇怪的灵草仙丹 活生生把我喂成了胖头鱼 别喂了 别喂了 再喂就撑破肚皮了 她每天又盘着我的鳞片 不住嘟囔着 你怎么还不化成人形啊 别盘了 别盘了 再盘就卡秃撸皮了 最过分的是 她还经常强迫我 陪她看禁忌小黄书 她边看还边点评可行性 我在她怀里扑通着反抗 尺度太大 我可不接受啊 可她不搭理我 摁住不老实的我 接着看 我突然觉得 做条鱼也挺好的 又过了两百年 阿飞特意来谢我 和她同来的 还有阿渡 阿飞说 这一世她没有忘 以前和阿渡的每一世 她都想起来了 她有仙缘 可情爱淡薄 每一世情爱 都没有好结果 而阿渡给了七世情缘 度她成了仙 那阿渡呢 她不是就圣一丝 蚕食了吗 阿渡说 她原身是条玄交 度月天地情三节 便可飞升成龙 她在望穿渡口 渡船千艘 最后还是阿飞渡了她 跨过了情节 她便靠着最后的蚕食 画龙附生了 真好 最好的爱情 就应该是像这样 互相度画的 你是我的船 我是你的爱 阿渡确实说 她是胶族 飞升的最后一条龙 长海之战后 天族血洗了胶族 还降下了不可画龙的恶族 现在她的族人 都逃到魔界去了 阿飞说 萧萧 阿渡要去保护她的族人 我也要陪她去魔界了 你若画了人形 得空便去进海看我们吧 会去的 会去的 等我画成人 就安排 于是乎 等他们走了 熬夜又拿出她的小本本 接着血 和萧萧要做的 第一千三百一十四件事 去进海看小叔叔 我又是爷于她 现在你没了逆临是娇 人家飞升了是龙 这还是差着档次的 她还是没脸没皮地说 你喜欢龙啊 那等你画成人形 咱们就开始双修 你跃龙门 我杜劫 哼 狗男人 之前还说 人家就是你的逆临 现在就想着再长一片了 你看我 因为爱上你 从此看世上 所有龙都多了片临 又过了一百年 我浑身赤裸地画了人形 可熬夜她竟然不给我衣服穿 静止把我拖到了床上 美其名曰 穿了还得拖 黑暗里 我们互相抚摸亲吻 又欣喜若狂地寻求着 灵魂相韧契合 她说 她心里比吃了糖还要甜 嗯 带我走遍所有苦 给你一口甜 饭外 熬夜 落跑新娘 和留守新郎 我叫熬夜 是东海龙族的酒殿下 咱辈分比较小 是龙宫的新头堡 在海上新过风 在海底坐过浪 这天 我兴冲冲地想要学占卜 刚扒了几个小海龟的壳 私命星君就来东海串门了 正好整个东海 我都翻来覆去玩腻了 我便借机闹着 要私命带我去人间玩 父王拗我不过 便答应 让私命带我渡劫历 我再三和私命强调 女人最是麻烦 千万别给我整什么情节 她倒也答应得爽快 后来我才用血泪总结教训 我信她个鬼 私命这个 遭老头子坏得很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言归正传 临走的时候 我还特意给自己占了一挂 只不过还未看清吉凶 一个围着草群的小海龟 哼哧哼哧地过来 趁我不背 抱着她的壳 扭着屁股一溜烟就跑了 三天不打 你上房接瓦呀 等我回来再找你算账 在凡间体验了一把人情冷暖 这历劫也没多难嘛 凡间的人倒是不坏 就是长得也都忒丑了 哪里有我们水族好看 在东海的时候 我整日想着出逃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历劫结束后 我特别想回家 那时我还不知道 我真正的结束 开始于一切结束之后 本来想着去冥界走个过场 向严淑问个好就回家 结果没想到 被一根破红线困在了这里 而后他们又告诉我 我特么喜当新郎了 小号王福贵英年早逝 顺带着大号熬夜英年早婚 此处省略一万字脏话 其实 从奋起反抗到接受现实 总共也没过多久 主要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 得过且过也挺好 不过就是六十年 眼睛一闭一睁 一个甲子就过去了 但是呢 这个黄毛小丫头 还是要提防一下 我可是冰清玉洁的小龙男 要是他见色起义 坏了我的清白就不好了 不过 我好像想多了 这小丫头每天板着张脸 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小爷我这么英俊潇洒 也不至于像洪水猛兽躲着我吧 你躲着我 我还想摆脱你呢 谁说非要等到他往生 他魂魄散了 我不一样能回家 大不了等我回去 再帮他重聚魂魄魄呗 把这个累赘扔到林子里 我一身轻松 坐等回家 我发誓 我先前真不知道 射魂鬼撕扯的魂魄 没法重聚 刚从白无常那里知道 我就火急火燎地 跑回去救他了 虽然他脑子不太灵光 不过总算对我好像还不错 我也没真想他万劫不复 好在这丫头命不该绝 我在危急关头 还是救下了他 被救了 至少要到生谢吧 可他竟然阴阳怪气地骂我 自以为是 还从来没人敢 这么跟本殿下说话 还没等我生气 他先撂挑子走人了 喂 我不要面子的呀 不管怎么样 便宜媳妇是跑了 我回去仔细捋了捋 我丢了他是一件事 我救了他 又是另外一件事 一码归一码 我先去道个歉 然后他再来道个歉 这就扯平了 可没想到啊 我才离开一会儿 他就被人拐到了计管 蠢到不忍直视 看来只有跟着我 他才能有好日子过 我本来想多吼他两句的 不过一看到他 我就有些心软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小丫头 打扮起来还挺好看的 脸蛋水灵灵的 想捏 只不过好看了 没多大一会儿 我俩就落魄街头了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可以被大风刮走 没想到啊 从前在东海 翻云覆雨的酒店下 现在吃个葱油饼 还得媳妇当卖衣裳 这已经不是 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吃软饭这件事 完全伤害了 我作为男人的尊严 不过 人是铁饭是钢 饼该吃还得吃 衣裳嘛 有空再给他买就是了 我还正探望着 龙生多奸呢 他转头就卖夫求荣了 看来 在清明节的纸钱 被封刮来之前 我俩也只能 傍上奶奶这个富婆了 哦不 应该是在此陪伴 空巢老人 尽一尽儿孙的孝心 不过在宅子里住了几天 随之而来的以你想法 竟然越发强烈了 还没捏到小脸 我又起了别的心思 他和奶奶谈笑的时候 一双梨窝若隐若现 梨窝浅浅地 想戳 他睡得早 我习惯熬夜 于是乎 趁着他睡着 我就为所欲为了起来 他的小脸软软的 皮肤吹弹可破 弹弄着根本停不下来 怎么心中有种甜滋滋的感觉 回过神 我才发觉 我的嘴角都快裂到耳朵根了 我在干什么 好歹我也是有教养的神仙 这么趁人之威不好吧 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手 睡梦中的萧萧 弩了弩嘴 梨窝若隐若现 我刚刚只顾着捏小脸了 都没有戳梨窝 这样不太好吧 不过挣扎了没多久 我就自我说服了 哎呀 他本来就是我媳妇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 他的小梨窝 戳中的瞬间 心里像是炸开了烟花 可是他突然 无意识地皱起了眉 难道弄醒他了 我赶紧翻身装睡 紧张地连心跳都漏了半拍 可良久他也没有动静 我长须一口气 危机解除 我又侧过身去 有一下没一下地戳着他的小梨窝 做贼心虚 却又满心欢喜 第二晚 戳他梨窝的时候 意外发现他睡觉时 睫毛随着呼吸吸动着 像是一对颤动的蝴蝶 睫毛弯弯地 响鼠 弄清他眼睫毛的数量的 结果就是白天的我打着哈欠 精神欠佳 不过他睫毛的数量 是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 想到这儿 我心中还是欢喜 他却是问我 你最近总睡不好 是想家了吗 嗯 一半一半吧 第三晚 验证睫毛数量的时候 我又发现 他的鼻子小巧又可爱 鼻梁挺挺的 想滑 第四晚 我指尖在他鼻梁上滑滑梯的时候 又发现他的唇色 娇艳欲滴 嘴唇嘟嘟地 想亲 完了 陷进去了 我凑近了些 想要轻着他的唇半 不过在快要触碰到的时候 他却是念如地说着些什么 我戛然而止停了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被抓包了 我试探着抬眼 只见他还闭着眼睛熟睡 原来只是一语 虚惊一场 我又凑近些 想完成我未尽的事业 好巧不巧 他又一语了一声 这次我听清了 他说 他想吃糖 多大的人了 还想着小孩子的糖果 明天清明去人间 一定让他吃个够 绝不能再让一颗糖 坏了小爷的好事 不对 我亲我媳妇 为啥要偷偷摸摸的 明天我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亲他 本来我还想着用什么油头亲他 不过既然他吃不到糖 那我就帮帮他吧 怪不得他会念念不忘 原来糖真的很甜 回到明界后 每次见到他 一想到夜晚时 他的脸蛋 梨窝 睫毛 还有他那天软软的嘴唇 我都会不自觉地脸红心跳 每次想起他 心里都会觉得很甜蜜 很温暖 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 我越来越觉得 明界就像是一个泥沼 可是因为他在这里 我心甘情愿地越陷越深 六十年不够的 如果可以 我要无限地续期 可是白无常跟我说 生死轮回是凡人不可避免的 小殿下如若违逆天道 必遭天谴 一箱深海珍珠 他面露南色 那杯子就再给萧萧姑娘的弟弟 再加十年阳寿吧 再加十年也不够 我比了个五 五十年 十五年 四十年 我接着讨价还价 二十年 真的不能再多了 小殿下 成交 大不了八十年后 我再想办法给他续命 我花了大价钱 多舍了二十年 可是他竟然骂我神经病 说好一起供白头 染了又说我非主流 操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又发现新的乐趣 他的头发香香的 想蹭 我磨蹭着他的病发 还鬼使神拆地 用唇在上面压了压 可他突然一个机灵 就把我推到了床下 还结问道 你干嘛亲我 常在河边走 还是失了邪 大意了 我亲我媳妇怎么了 只要我声音大 理亏的就不是我 你说不让亲 我就听你的呀 本来把他压在床上亲 只是想吓吓他 不过我好歹 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一时没忍住 就拉开了他的衣带 可他却是惊慌地 推开我跑走了 难道是我吓到他了 他连画本都看不懂 我一定是吓到他了 不管怎么样 便宜媳妇又跑了 找不到他的时候 心里好像有个 填不满的无底洞 我想 我真的离不开他了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一直躲着我 他逃 我追 他插翅难逃 这时间 像我这样帅气多金 又深情的男子不多了 总有一天 他会看到我的好的 索性 我没有等太久 他终于心甘情愿 嫁给了我 我还沉浸在喜悦中 无法自拔 他竟然让我教他生孩子 妈妈 他勾引我 虽然过程有些 尴尬 不过没关系 反正他也不懂 我以为 这是我幸福生活的开端 却没想到 这是我往后人生中 能回忆的痛苦日常 他睡了我 然后跑路了 五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为什么他头 也没回就走了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 还是吃亏 不管怎么样 便宜媳妇又又跑了 我跟着去了人间 看着他在暴雨磅礴中出生 为啥子分手总在下雨天 为啥子 后来 我回了东海 带着那根断了的红线 他终于断了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有种 被紧紧置顾的感觉 他放了我自由 可是 我把自己困住了 阿姐说我变了 一看就是被生活毒打过了 老妖 你以前难过的时候 茶饭不思 油盐不尽 现在能一边伤心 一边给自己整几条黄花鱼 还不忘 加根二经条 哼 谁年轻的时候 没遇到过几个渣女呢 不过没关系 过不了多久 我还会是以前 潇洒不羁的东海酒店下 我会好的 一日 我出来晨练碰到大哥 可他竟然一副 见了鬼的表情 老九竟然不赖床了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的吗 我也不想早起的 可我梦到他决绝地 走过奈何桥的身影 就被吓醒 再也睡不着了 我一直在想 要是那天我没有赖床 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 一定是因为 有过失去的痛苦 才学会了改变 我依旧熬夜 但是学会了早起 我越来越不像我了 我去海底放空 却不自觉地 抓了好多七彩水母 来染薄化 我想 要是他在 一定会很喜欢这里 我有些动摇了 他或许是有什么苦衷 我不相信 他一点也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我薅涂了门口的花 也还是没猜透 他的心思 五哥看我闷闷不乐 送了我好多娇美机械 渣女不值得留恋 不如酒地 还是做海王吧 他们都很美艳 可没有一个是萧萧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她有弯弯的睫毛 浅浅的梨窝 她在不经意间 偷走了我所有夜晚的 心喜心跳 不行 我不能做海王 她要是知道 我是海王的话 怎么还会愿意 做海的女儿呢 可为什么 我每次一靠近 她就逃跑 正当我郁闷时 又遇到了 上房接瓦的小海龟 算了 逼自己一把 不如放自己一马 我踹她一脚 要是龟壳是正面的话 我就再去找她 龟壳飞速旋转着 最后落定的 却是反面 我正要再补一脚 小海龟 却是奋力挣扎着 哼吃地给自己 翻了个面 又喝 还挺有求生欲 既然天意如此 那这次我 一定要找到她 等到她爱我 到死去活来 我再一脚给她蹬了 让她也尝尝 被抛弃的滋味 这次 为了给故事 一个良好的开局 我设计了一场 英雄救美 我雇了一批山匪 在茶马古道拦截她 静等着华丽出场 结果剧情 偏离得有些离谱 她三下五除二 把他们一群人 都打趴了 而我刚出场 就被猪队友 一肘子顶倒了 最后我趴在地上 吃了满嘴 她策马而去的羊尘 后来 土匪们又临时变卦 抢起我的包袱来 阿姐又不让我在人间 用法术 我只能撒鸭子跑 无所谓 也有点累 好不容易摆脱了土匪 刚坐路边打个盹 就被回城的她带回去了 美救英雄 其实也可以看作 英雄救美的道庄 对吧 夜深人静时 我又按戳戳来到她的床边 她不喜欢我 这是病 得治 我举起回梦狼头 这一狼头下去 她可能会爱上我 要不 换回梦斧头吧 这一斧头下去 她可能会 会死 她这小身板 回梦鞭 回梦锤 回梦狼牙棒 这都不合适啊 算了 从长记忆吧 来都来了 不然戳戳她的小梨窝吧 可是戳完 我就不争气地原谅她了 原来我等了十五年 只为再亲口叫她一声萧萧 我不想登她了 我要罚她生生世世都陪着我 只是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 我很想问她 当初她为什么要跑 为什么不要我了 回梦丹让她想起了一切 可她始终都没有 给我一个解释 她一直在逃避 直到再次离开我 我知道 她的一辈子 不会是我的一辈子 可其实在我心里 做不做神仙 长不长生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可是我不明白 我都可以这样坚持 为什么她不行 为什么她又这么轻易放弃了我 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我不甘就此放手 更不愿就此放手 腻了天道又何妨 我偏要和她生生世世 纠缠不休 后来啊 萧萧每次摸我胸前的疤 都会掉眼泪 有什么好哭的 一片逆林换一个媳妇 是我赚了才对 熬夜没有逆林 萧萧就是我的逆林 不过一条 抛了逆林的玄交 和一条逆林幻化的锦里 生了一个小龙女 这就很诡异 敖利奥到来之后 我的家庭地位急速下降 连草莓屁屁都没得吃了 入冬之后的海水特别冰冷 夜也漫长 可是没关系 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原来 所谓姻缘就是 每个熬夜的尽头是你 每个黎明的开端也是你 而后日日夜夜 岁岁年年